女人当着中年男人的面,轻车数路脱掉衣服,只要熬过一夜就能得到十万块现金。 不过在日本,几乎没人敢做这份工作,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各式各样的凶宅。 当地人认为,只要有人住在里面七天,房子就会变得干净,比较容易出租或者售卖。 从小拥有阴阳眼的阿江自然而然胜任了这份工作。 每到一处凶宅,他只带着一个大额灯,只要他开始闪烁,就说明附近有鬼魂出现。 这次,阿江刚进去,灯就闪烁开来,阿江直接推开厕所门,就看到黄毛蹲在浴缸里,男人懵了,没想到这个人类能看到自己。 他当即利用自己断掉的手腕吓唬对方,但阿江早已见怪不怪,他翻个白眼关门走人。 黄毛来了兴趣,叽叽喳喳跟在后面说不停,但阿江完全不理,不安床就开始脱衣服睡觉,完全不把黄毛这个男人放在眼里。 身为一个鬼魂,也是有尊严的。黄毛恐吓阿江,小心自己会图谋不轨,没想到话刚说完,阿江便刮了灯。 他十分清楚,鬼魂是无法触摸实体的东西。 所以那句歌词说得很好,我怕鬼,但鬼不曾伤我分毫。 不过虽然碰不着,但黄毛的福利也是多多,能穿越物体随时出现在阿江面前。 两人在频繁接触中,也逐渐无话不谈。 有一天,黄毛看到阿江在画自己的肖像,而本子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阿江接触到的灵魂。 有活活饿死的孩童,有无人赡养的老人,还有各种死法的鬼魂,但能让黄毛都有些怕怕。 但阿江却觉得,鬼魂和人相比起来,太温暖了,人满嘴谎话。 原来孤僻的阿江有着悲惨的过往,母亲在他六岁时谎称买东西,让阿江原地等候。 结果却从未回来过,阿江只能被外婆收养。 可当他刚成年时,外婆也走了,家里只剩下玩世不恭的舅舅。 他名义上表示会收养阿江,实际上只是为了赚钱,毕竟喜悟失一晚就能赚到十万块。 黄毛此时也有些隐隐地后悔,他之所以想不开,不是因为经历情感挫折或者吃喝不够, 而是因为自己酷爱音乐,结果创作了无数歌曲,都被唱片公司驳回。 绝望的黄毛在录完最后一首歌后,便想不开,去预示了解了自己,但死后他的魂魄久久不散,其实还是心细这卷磁带。 阿江表示会帮忙把这个磁带寄给唱片公司,而后便离开了这处凶宅,去往了下一个地方。 之所以阿江会这么着急换地方,是因为接下来这处凶宅不一般,因为原先的主人不是自愿离世,而是被人陷害。 阿江刚走进房门,大额灯就开始闪起红灯,一个背部插刀的鬼魂从地下缓缓爬出,只要睡一觉就能赚十万块,这样的职业谁不羡慕。 但在日本却没人敢去,因为睡觉的地方在充满恶灵的凶宅里,从小具备通灵能力的阿江接下重任,主动是给的钱太多了。 他搬进这处凶宅,怨念极深的恶灵就从地板下钻了出来。 虽说鬼魂不会触摸实体,但如果怨气深重也有例外,阿江只能洋装看漫画不敢对视。 鬼魂围着他转了几圈,无论怎样嘶吼,对方都无动于衷,鬼魂有些扫兴,骂了一句丑女,这下阿江可听不下去了,当即说,你才是真的丑,鬼魂懵了。 他当即爬回去,缠上了阿江,想让对方帮自己找到凶手,可阿江不想多管闲事,他只想单纯睡几觉拿钱走人。 看到阿江不配合,鬼魂怨气越来越强,眼看桌子都要翻了,阿江趁其不备逃了出去。 他来到了一家网吧,想查一下这次鬼魂的资料,结果发现,对方居然是个小网红,一名叫做玛丽亚,在他的社交平台上有着几十万粉丝,可没想到,在一天直播结束后,他被一个黑衣人尾随,还没等玛丽亚看清是谁,对方直接两刀将其解决,就此他成了怨鬼。 在浏览相关新闻时,阿江发现玛丽亚的邻居伊藤很有嫌疑,因为这人不紧宅,说话感觉也畏畏缩缩,带着这点线索,阿江回到了家,可玛丽亚却连脸摇头,说伊藤不可能是凶手。 见此,阿江索性不再管此事,可玛丽亚却不依不饶,嘴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,无论阿江在做什么,他都要纠缠一番。 这朴实无法的愿望,阿江满足了,原来玛丽亚生前,最喜欢站在阳台下抽烟,如今不能碰触香烟,闻闻味道也好受。 就在这时,上一处凶宅的黄毛突然出现了,原来他生平最大的牵挂,是未出版的磁带。 于是当阿江拿走之后,他也随之过来了,他的画老属性和玛丽亚平分秋色,两人分别展示了自己的死法,并为之争个第一。 屋里顿时乌烟瘴气,喜欢安静的阿江便去了河边散步,就在这时,一只温暖的大手抓住了阿江,这人就是玛丽亚的邻居伊藤。 他看到阿江半夜站在河边,还以为对方想不开,好一顿安抚,这让没有朋友的阿江瞬间感到温暖。 当伊藤得知对方住在对门时,竟然主动提起了玛丽亚临死当晚,他之所以面对镜头闪躲,是因为自己说了谎话,其实玛丽亚遇刺时,叫声传到了他的房间。 但是因为胆小,他没有出面,这事也让伊藤羞愧万分。 两人一直聊到了深夜,才依依不舍分别,阿江本想回家睡个好觉,没想到被玛丽亚美色劝服的黄毛开始不消停了。 他极力劝说阿江帮忙找凶手,但眼看一周要过去,阿江不想多管闲事,因为受不了黄毛的叙叙叨叨,他捡几东西猛地朝黄毛砸去,结果物品穿过黄毛,砸到了大额灯。 这可是母亲留给自己唯一的礼物,阿江整个人都疯了,他一把摔了黄毛最爱的磁带,然后跑到了外面。 就在他脑袋乱成一锅粥时,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正趴在地上,似乎在找什么东西,其他路人静止从他身上穿过,原来这老人是个鬼魂。 阿江看到不远处有个小汽车玩具,便放在了老人面前,那一刻老人老泪纵横,他找这个东西找了几十年,如今终于了却心愿。 听到老人感谢的话,阿江似乎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,他能看得到鬼魂,自然也多了份责任。 于是他大步跑回家,打算帮玛利亚找出幕后真凶。 这个女孩租房不用给钱,住一晚,房东还要倒贴十万块,并且结束之前,他们还要万分感谢女孩,因为她从事的是日本人没敢干的喜务师。 这次为了帮助冤死的鬼魂找出凶手,阿江和邻居伊藤联合起来。 在鬼魂断断续续的描述中,阿江画出了凶手的样貌,而伊藤也打算勇敢一次,帮忙报了警。 可没想到,当警察看到肖像后,竟然趁其不备,将其一拳放倒。 隔壁房间的鬼魂听到动静穿了过来,瞬间惊呆了,原来这个警察就是杀害自己的真凶。 鬼魂气愤无比,冲上去想给警察一拳,可他什么都碰不到。 就在伊藤被打得浑身是伤时,警察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,原来他平时没事,就喜欢看女主播跳舞。 在关注鬼魂玛利亚后,他就深深迷上了对方,可月薪三千的他根本比不上那些榜一大哥,而玛利亚也觉得他刷礼物太少,只对榜一大哥聊天。 于是这人便心生怨恨,尾随玛利亚就地解决,事已至此,真相大白。 就当警察拿他没办法时,快递小哥突然到了,为了不引起怀疑,凶手让伊藤出去取怪地。 没想到开门后,快递小哥却让对方蹲下,原来这是阿江伪装的,他掏出准备好的灭火器一顿猛喷,凶手瞬间眼前一花。 就在这时,阿江的舅舅也冲了进来,几个人一起制服了凶手,送进警局绳枝一发。 女鬼的心愿了结后,他便要投胎转世了,一通煽情地告别下,阿江的舅舅心有触动,他把一封信交给了阿江,说这是他母亲留下的。 这个时候,阿江才明白,母亲没有抛弃自己,而是他自己也拥有阴阳眼,因为没能和鬼魂融洽相处,他便去了医院避世。 随后舅舅带着阿江来到了医院墙角,在这里,朝思暮想的母亲出现了,阿江激动万分扑了过去,结果惊讶地发现,母亲是个鬼魂, 原来对方因为意外,早就去世了,但因为一直心心女儿,久久不肯离开。 如今母女俩的心结解开了,阿江原谅了母亲,母亲也了无牵挂去了天堂。 而这边,黄毛生前未寄出的专辑,也被阿江寄了出去,没多久便收到了唱片公司的回信,说专辑销量很好。 听到这一切,黄毛顿时觉得死而无憾,就此也离开了人世间,而后阿江的舅舅也没有强迫他继续做喜务师。 于是阿江便和伊藤住在了一起,幸福的生活悄然启程,但身后的大额灯却闪烁了起来。 大家觉得,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呢? 本期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,我们下次见,拜拜。